港铁屯马线今个月27号全线通车 九龙城区有了新的铁路线服务 运输署建议取消途径区内最少4条巴士线 屯马线全线通车在职 部分巴士线和铁路线重叠成为开刀对象 运输署向多个区议会提交文件 建议今年内取消4条九巴路线 包括来往钻石山至九龙站的十一 马鞍山到钻石山的二百六M 接驳巡石和九龙城码头的八十五B 和早上繁忙时段由耀安到鸿磚的八十五S 以马鞍山出钻石山为例 目前搭巴士大概半个小时 车费七个六 但日后只能选择铁路车费要十一个三 可能少少钱我觉得又不是那么关心 有多方便啊 因为刚刚在村口那里落 我马鞋还要走一段路 不过钻石山至九龙站日后 如果除消巴士线 踏铁路要最少转线一次 原本九巴11线途径坐墩 日后由钻石山或者九龙城踏铁路出发 也都需要转线 快一点都好 都有的 但是少个选择都是没什么 对我们来说都是差一点点的 九巴说因为团马线全线通车 旗下营运的大概400条线 有一成路线的客量可能会减少 九龙城区内小巴线 运输署也建议调整服务 包括九龙塘途径途瓜环道 黄埔花圆的2和2A线 有营办商预料 通车之后客量将会减少一半 一定不会削这些班次的了 如果真的少到厉害会维持 或者8分啊10分都不定的了 可能先先削了那些16座先 小巴营办商预计 就算团马线全线通车 大部分长者都会选择继续搭小巴 因为不用上港铁站 也一定有位坐 无线电视记者杨沛思报道